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18号周一 我们是崭新的一周 全周的交易展望的时间 美股开盘已经是三个半小时 现在是美东的中午12点57分 看看盘面的情况吧 今天早上一直在更新这个TD 但是一直未能更新成功 所以目前打不开TD 但是没问题 我们还是看一看关键的一些指标 原油的话呢 终于似乎出现了一些疲软 但整体来说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大的回落的 但原油新型指标 依然是指向原油价格会往下走 那如果原油往下走的话 美元可能会稍微的疲软一些 美元疲软的话 那我们将会看到了什么 US Treasury U 十年国债利率可能会冲高回落 那么时间国债利率这里 似乎真的是有一个假突破的这么一个小动作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黄金白银等各大资产价格 可能就会特别的开心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在美元稍微疲软的情况下 各大资产价格其实有了一定的表现 但主要还是局限在一些大众商品 金属然后跟美元是互相关的东西 另外我们看到本土的罗素2000稍微弱点 还有个别这个大众商品农产品 或者是欧洲稍微弱点 VIX的话今天也是冲高回落很快 市场目前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感觉 市场是不担心本周的Fed Day 因为市场认为本周不会加息 当然只有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了 也可能认为接下来的两次会议 11月12月也不会加息 但市场依然是有很大的分化 包括科技股本身有很大的分化 但这一个月这几周来看 可能这是一个常态 另外我们看从Performer Performer Map来看 市场也是有很大的分化 个别的大科技股是不太行的 个别权军股是不太行的 但整体来说市场还是可圈可点 只是我们看到 这不是一个全部的一个行情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 或者这一轮小牛市也好 或者是雄牛转接也好 都是个别的或局限性的行情比较多一点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涨幅榜 每天也都是一些腰股在涨 对吧 都是一些小腰股在涨 没有什么特别的集体性的 或者说大的这种概念 除了之前我们看到什么半导体 XGBT 或者是去年的油气股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性的炒作 或集体性的炒作 这个行情是很难起来的 都是一小波一小波和个别的股票会多一点点 现在我们看到大市值公司的话 就有一个IRDM 这我们之前有关注的 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20多只股票上涨超过5% 一个币链以上 总共100多只股票上涨超过5% 还行 但同时我们看到有200多只股票是下跌的 大市值公司下跌的话也尤其的多 这里面很多下跌的股票也不太适合去抄底 也很多是估值上的问题 因为国债利率这还是高居不下 美元对这些可能还是会有些压力的 但我们也说过 这可能很有可能会马上会缓解 对吧 很有可能会马上缓解 那如果一旦缓解的话 我们将会做什么呢 反向指数的话 SRK可能会回落下来 包括TESQ可能继续还是会低位 徘徊甚至可能破位都有可能 因为如果说一旦估值打开的话 其实市场是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尤其是高估值的东西 反弹一下 我觉得并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像TARK 对吧 还有其实中概股 这些估值都是相对便宜的地方 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资产 或者说很低挖的价值所在的地方 都是值得去注意的 包括可能半导体 还有说老布最近回调也挺到位的 但我们看到相对比较强的话是银行 银行指数 区域系银行金融指数都很强 TNA的话呢 也来到了一个支撑的位置 可能会有一些短线行情 感觉看涨的ETA有机会 当然看跌的ETA似乎也在势头上 所以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目前可能多空都有机会 然后就等待周三的这么一个结局之后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本周其实市场上留有的一些事件并不多 就是Stitchfix 新年盘财报 General Mills Steel Case AutoZone 还有FedEx KB Home Garden Restaurant Fart Set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们看到议息会议的话 这周也不会加息 很明显 11月份的话 似乎这里也没有任何加息的概率 12月份的话 也没有任何加息的概率 所以今年就不加息 然后去明年的话 可能要到 我们看可能要到6月份 明年下半年可能才会有降息的可能 这是市场目前的这么一个打算 对吧 那只要这个打算不变 我觉得属于是利好 或确认的话属于是利好 但估值啊 包括积极性的规律啊 其实还不是说完全 对市场来说是一个利好 对吧 我觉得这里市场可能9月份 需要有一个回调 然后才为了11 12 这么行情去走的啊 而且情绪上来说 我觉得目前可能也不太 利好于当下这个市场啊 属于一个中性的情绪 或者说 CNN Fair Green Index 也没有看到极端的摇摆 所以没有极端的情绪的摇摆 我觉得市场可能就是来回的游走啊 来回的游走 然后个别的机会可能尤其的重要啊 个别机会可能尤其的重要啊 当然这周我们看到Fed Day之后 可能还是会有48小时的摇摆 但具体怎么走 我们还得再观察一下 感觉市场是想有个积极的结果 对吧 如果是得以确认的话 是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那我们先初起这么去看啊 因为我觉得市场有可能 呃就按照之前的一个一个规律来看 前面的预期是怎么样 最后很有可能要什么得到什么啊 当然如果事与愿违的话 就会怎么大跌 对吧啊 所以要么跌就跌很惨 要么基本上可能就是不跌 当然可能也涨不动 因为都在预期里面了啊 所以这个比较settle 我们还得看看周一周二的情况 再来定夺 到时候周三盘前 尽量给大家一些啊 一些想法啊 周三的盘的盘中 对吧 呃两点钟之前 那我们看这边最重要的就是fmc 两点钟的事件 除此以外的话 这周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了啊 那周三之后我们再说事件性的东西 呃各大资产价格我们也看了 然后performance group 还有performance map也都看了 然后个别的持有股票 我们中长线持有股票的话 呃以20天均线 作为我们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指标 只要站在20天均线以上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健康的 趋势这只有九只 这九只的话呢 其他可以选一选都还是非常漂亮的 圆湖底啊 这都是可以选择的 除非有一些涨了很多的 像draftking啊抽旁啊 还有ntnx涨了很多的 其他我觉得都没有涨太多 都可以关注啊 当然普拉提尔也涨了不少最近对吧 这里面按performance来分的话 这里面只要不涨多的都可以 year to date 没怎么涨呢 或者是跌了的 这里面其实有五六只都还不错啊 我们看涨到多的这些就不要去追了 对吧 这些已经开年涨了一百多个percent 二三十个percent的了 啊 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没涨的 或才涨了个位数的都可以关注啊 那个股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尤其的重要的啊 这个市场其实选股为王啊 各个板块和指数之间轮动的是非常的快 但是很难有集体性的持续性的拉升 但是个别股票的话是可以控制的啊 个别股票是可以控制的 大盘感觉更多是被操控 然后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 背后的目的和意义不得而知 但是呢 感觉还是要等到周三之后才有更多明确的信息啊 那这是这一周的开盘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展望 时间性的新闻等周三 仓位上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目前的仓位还是比较简单的 石盘群黑马 仓位不变 百万计划的仓位和中长线的仓位的话 也就是按之前的来不变啊 我们看百万计划仓位的话按照我们上周 给出的调整之后的话呢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这里 中长线有这几支 是吧 中长线有这么几支 然后 百万计划的仓位我们看有这么多支 对吧 这些其实 回到这个portual来看吧 可能更好看一些 这里面涨很多的其实也都可以先出了 对吧 如果没涨的话先留着 过去大家可以考虑 而这里面有一些是涨的多的 然后有一些呢 可能没怎么涨的 反正计划的也可以关注 然后另外的话呢 刚刚我一直在low这个新的这个TD的数据啊 这个TD数据终于出来了 我们一会看看资金流的情况 是仓位的一个情况吧 而另外石盘的 那是黑马中长线百万的仓位啊 我们看石盘的话是labu 在等级为加仓 srk的话应该还行啊 srk是应该有赚钱啊 十万仓位比较少 弃圈几乎没仓位 目前是啊 而另外我们看这个刚刚大家提到的 资金流这边TD的出来了啊 顺便看一眼 原油清新指标呢 依然是很大的分化 这个我们应该不用说了 然后今天早上的Vault add take的情况 一会我在群里面补充一下吧 感觉还是偏疲软 但是不够太大的卖方法 要砸不下去啊 风险方面的话 一会我跟vix一起也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啊 那今天盘面的情况的话 大家就一会看这个直播间了啊 那我就不做过多的更新了 或是文字的更新放到群里面啊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子 明天的早上 早餐直播 我们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chill green and stay puff 就到一个愉快的交易日啊 一个愉快的交易周开始 然后我们网站上见 明天早上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